明内阁的权力巅峰 早年经历张居正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一户秀才家庭 据传奇曾祖父在他出生前夜 梦见一轮圆月照在水瓮里 然后有一只白龟从瓮里缓缓扑出 曾祖父认定这是大吉之兆 这只白龟就是自己的小曾孙 于是给他取了白龟的乳名 而小白龟也没有辜负自己曾祖父的梦 小白龟自幼聪颖 记忆惊人 常人称其有过目不忘之能 他从三岁识字 五岁开盟读书 八岁就能作诗 十岁便熟读荆史子集 成了荆州府远近文明的神童 十二岁中秀才 当时的荆州知府李世老很喜欢他 并为他改名居正 十五岁这兄弟就参加乡市考取举人 二十二岁的张居正入京参加会试 取得了晋士的身份 依照大名惯例 他被授予了汉林院编修的职位 开始在此 熬资历空缺 阎松十七 张居正走路试图时 正逢赐府阎松 联合锦衣卫指挥使陆炳 利用核套之意 打到内阁首府下沿 而我们的张居正 也有幸见到了 历史上第一个被处死的内阁首府 下沿死后 阎松在朝中以无敌手 开始排除一己 结党营私 严党已成大名第一的政治联盟 嘉靖一朝也在这群人的手上腐败到了极致 不满于当朝的腐败现状 本着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二十出头的小编修张居正 竟然敢于向嘉靖帝上书 他的论识证书不仅痛陈了当前的官场贪腐 极构臃肿和违逼横行等问题 还详细阐述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愿望 可惜当时的嘉靖皇帝正忙着科药 靖天 祭地 占卜河等重要工作 而对于江山设计 百姓福祉 倭寇扰绕边等非重要工作 却丝毫不上心 自然 他雅各没功夫搭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而后张居正跟随自己的作师徐杰 徐杰对自己的这个学生可是非常的喜欢 在与严党斗争的最危急关头都不派张居正出任 将其保护于徐党的大后方 在目睹了徐杰与严嵩的政治斗争后 张居正学会了这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智慧 内抱不群 外遇魂迹 向击而动 徐杰十七 嘉靖四十一年 严嵩倒台 徐杰成为内阁首府 嘉靖四十三年 张居正进攻又春方 又于得坚国子剑私业 徐杰见张居正为御王诸宰后的试讲试读 在御帝期间 张居正任国子剑私业 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 这位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而在御帝期间 张居正结识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同盟 以及最大的政敌之一 高拱 嘉靖四十五年 明世宗去世后 徐杰起草一诏 引张居正与之共谋 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汉林苑学士 岳渝 与玉王前邸顾讲官陈以秦一起入阁 而张居正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嘉靖四十五年 嘉靖皇帝去世后 徐杰秘密通知张居正前往西苑商议 供书失踪 嘉靖一诏 在一诏中 徐杰与张居正纠正了失踪时期的修斋建教 大兴土木的弊端 为因缘案获罪的勤勉朝城恢复公职 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这也为张居正积累了庞大的政治资源 龙庆元年 张居正以豫王府就臣的身份 作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更何况这人还是皇帝呢 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五英殿大学士 龙庆二年徐杰英年迈志士 高拱凭借与龙庆的师生情义 重回内阁监力部实务 高拱时期 高拱与张居正早期的关系 可通过一件事体现 安达封贡之书 张居正以独到的眼光 主张跟安达和谈 明朝自诩是天朝上国 跟外邦和谈 还只是一个蒙古的部落 谁都反对 没哪个头这么大 支持张居正 只有高拱 安达封贡 几乎是他们俩双人主角的对手戏 铁一般的政治同盟 事实证明 这个同盟的结果 奠定了明朝北边 土莫特等部落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都是明朝的铁杆番离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大明的政坛 也从来没有永远的同盟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破裂 还是源于徐杰 徐杰下野后 高拱当了首府以后 对徐杰仍不放过 徐杰的儿子 有两个都获罪了 就剩下第三个 若不是张居正从中斡旋 可能徐杰就要绝后了 这一点可大大激怒了张居正 好家伙 那好歹 也是我的恩师 恩师将我留在内阁 本就是一个养老保障 而你现在却直接弄掉 老师两个儿子 你这不是在打我脸吗 让我身后跟我混的 几百号兄弟怎么想 但真正把张居正得罪不清的 却在一次早朝上 一次早朝的时候 当面问张居正 你是不是收了徐家 三万两银子的贿赂啊 张居正和许人 高拱会不知道 这种话张居正是接不起的 为官当政 贿赂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 三万两银子是多少啊 就算是神间巨贪 如刘锦 严嵩之类 卖个一声巡抚 也不到一万两 你高拱佛面 僧面都不看 对徐家穷追猛打 已经很不厚道 徐家是张居正的恩师 张居正帮徐家 合理合法的辩护 用得着收银子吗 那张居正成什么人了 他俩熟归熟 这种话 是身为一个阁臣 能问得出来的吗 张居正指添华士 坚决没有 高拱赶紧赔罪说 是我没有审查清楚 但是 他不知道这事情 已经把张居正得罪得不轻 此时的张居正 与高拱的政治同盟 已然破裂 在张居正一方 大明的政治体制中 司力间这一机构 是内阁想要办事 必须打通的地方 到这 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冯保 龙庆元年 冯保就已经是东厂提督 海舰长一马监视 内官里的二 三把交椅 他一人坐 可就坐不上司力掌印这头把交椅 龙庆二年 司力掌印太监出了缺 本来轮也该轮到他的 但是 当朝首府 可是深得地心的高拱 高拱凭借自己与皇帝的关系 推荐了陈宏 陈宏下台 高拱又推荐了孟冲 孟冲只是上扇太监 级别是一样 可是排队 他得排在后面好几号 两次撕离掌印太监换人 就认识没冯保什么事 冯保跟高拱是严重尿不到一个狐狸 那就得在外城里另外找人勾搭 谁呢 张居正 龙庆皇帝病危时 张居正秘密处理了十几件事情 密封了以后 让小官送给冯保 被高拱察觉 想去追的时候 东西已经进宫了 高拱当面质问张居正 天下的大事 你不跟我商量 却跟内树谋划 你什么意思啊 张居正也被问得脸红 赔罪了事 以高拱的清高 他其实是看不起这些内观的 不管是谁 而与太监勾结 也成了张居正政治生涯的污点 而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同盟 正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一个将高拱一击毙命的机会 龙庆六年 明目宗驾崩 十岁的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继位 这时张居正等待的机会来了 高拱嘴无遮拦的缺点 亲自将他推向了灭亡 他并说出十岁小儿 何以治国这样的大你不道之言 而这句话也在张居正的运作下 传进了李太后和万历的耳中 这话可将这娘俩下惨了 咋的 你要造反不成 第二天 首府高拱像往常一样 入宫参加庭议 可还没面胜呢 就被拦在了惠吉门 接到一道一纸 大学士高拱擅权乱政 经不许皇帝自专 令我母子惊惧 卓高拱回籍贤助 不准停留 看到这道一纸高拱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人暗算了 那是谁暗算的 不用想都知道 自己下野后谁最为得意 张居正 此时高拱的内心定是无比凄凉 但哪又怎样 愿赌服输的道理 高拱懂 自己曾经收拾过别人 今天被人收拾了 所以他尽管有遗憾 但是没有怨言 打包行李回老家了 张居正的时代 龙庆六年 打倒了高拱的张居正 升任大明内阁首府 八月 又加佐驻国 进中吉殿大学士 此时的万历 只是个小矛头 啥都不懂 而宫中又有李太后 与冯宝的支持 自嘉靖 二十六年入世以来 台上的主角 换了一个又一个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看我一盏胸中暴富 不负天下人 好了 本集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